根据全国公安机关 夏季治安巡查宣防 集中统一行动安排 我省各级公安机关 全警动员精锐出击 加强对重点接面 路段 部门 场所 水域通道的治安巡查 和巡逻防控 近日 多地公安 全警参与 多警种联动 全面排查和预防 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7月23日晚 慈禧公安全警参与 多警种联动 开展突击式 地毯式 拉网式清查 在检查过程中 民警重点对宾馆住宿 是否进行实名登记 娱乐场所是否违规 接待未成年人 行业场所经营许可 消防安全等证照 是否齐全有效等各方面 进行了全方位排查 在慈禧新城大道上的 一家足域店内 民警发现部分消防器械 存在未定期检查的情况 于是当场向负责人 指出问题 并要求第一时间进行整改 这个重点场所 这个人员比较复杂 人员也比较密集 所以容易地 支撑一些社会问题 所以说我们要对 这个重点场所 进行一些清查 从而提高我们的 见景力 也给人民群众一个安全感 随后民警来到KTV 网吧 场所负责人和消费者 都积极配合检查 出示身份证 巡查总体情况良好 使我们感觉到 现在社会的风气 包括社会的 那个自然环境 好了不少 所以也非常支持 民警这样的工作 最了解 此次清查行动 覆盖慈禧市各乡镇 街道 接下去 慈禧公安将继续加强 对广场 商圈 夜市 大排档等夜间人员 密集场所的巡查巡防 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不断增强社会面 威慑力 控制力 对广场 感谢观看